今年春运 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预计发送旅客2148万人次 同比2021年增长40.7% 为了应对东南沿海外来务工人员的返乡高峰 南铁在广东 广州 深圳 至江西集安 南昌和九江等方向 加开夜间动车37队 福州客运段紧急加开铁路运力 优化服务举措 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营造平安 有序 温馨的外来务工人员返乡路